小米聊天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想聊聊比较轻松一点的事情 第一就是那些什么八个人通缺那些不与我事 那你问容海恩可以了 因为这些是家庭问题 那不关我事 他来不离婚啊 怎么样那些没兴趣就知道 员工、怡先生那些这么厉害、这么高薪的事情 只是希望他不要搞到香港人就可以了 那这些事情我们不说 所以我们说得挺轻松的事 话说上个星期就参加了一个漫画界的活动 那个漫画界的活动其实不是很大型的 是很小的而已 不过就想不到很多人去有去参加这个聚会 那当然了漫画 现在不是叫港曼吗 其实港曼这个名字我就算了 但是你加了香港就好像整件事就好像要支持了 我们小时候年轻松呢 这些所谓的港曼都叫做公仔书 啊,八公的书可能 就是什么都是公仔书 日本 中国是没有的,没看过的 那是日本的而已 那可能你比较威胁的就看美国那些吧 主要都是日本影响香港 那我们小时候看,老实说 我就是不读书都要看公仔书 我小时候我是一个很无心向学的宵链时代 我很喜欢看公仔书 那接着叫做连环图 那都奇迹运合的,因为一格格叫连环图 那现在就改了叫港曼 那这个名字好不好 就可能就比个整体的Grant了一点点 就是好像,不算了,我刚才说香港这个港字呢 其实现在都不是很多字,有个港字了 那我就上个星期出席了一个叫做石子地摊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就是以前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叫《岳南》 就是一个 有个叫《岳南》的朋友 以前是画漫画的,就是《岳南故事》 那天主要搞了一个所谓 他围来的几个朋友搞了一个类似的漫画 就是漫画展,漫画展,漫画书,拍照,这样的东西 那我上去,因为为什么呢 图中里面有一位漫画家,我相信他喜欢的 那个叫迪克 那迪克呢 他不是唱歌,不是迪克女儿子 那迪克当年就很灵类,为什么我喜欢他呢 他画很多爱情书 就是他当然成名的那些,迪克戀曲,《情人无花不结果》 他说到爱杀 那我就知道他早两年移了文去苏格兰 那就是苏格兰 那因为上一次我见他的大约是四...三年多前 那麽某一张报纸的办公室撞到他的 那当时大家...原来大家网上朋友,大家认得 有这个... 就是... 航天几句啦,那说一下有机会有结纳面啦,那一别就三年多 就没见过疫情啦,接着原来他移民了去苏格兰 那我都...苏格兰你知道比较是... 就是...我想...很少会有人想到去苏格兰 那么...除非你喜欢看那套天涯海角而已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看那套天涯海角啦 那我想就...一别那么久就参加了 那当时我就觉得...原来香港都有一帮... 很忠实的漫画...漫画迷 那我见...人头湧了,还没听过 那里就叫做大南天梯啦,就好像是那位... 呃...李小龙会的会长,和一位...好像以前一... 就是我不知道是...李小龙会... 李小龙会会长搞,还是那位以前一般便利做过... 做过...老总那位搞的,那个地方 我就...不过有时听一下文进的节目,就会有时介绍这个地方 那...这个大南天梯以前有搞过几次的功能 那我都去过一两次,那今次就再去啦,就觉得迪克很开心啦 所以我不敢说跟他是什么心价,很坦白 但是很喜爱他以前的风格,就是可能我这些人越老呢 就很喜欢讲以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些这样的嗜好 我...你知道我小龙很喜欢讲怀旧东西嘛 所以特别看到他很开心,当然他都... 他都叫做...大家拍了一些照片,又讲红圈啦 本来我其实以我性格都不会再买工艺书的啦,大哥 就是...你知道再买就被... 被... 家里的管理人骂到云了,家里多大姐姐 经常买这么多无聊的东西回来,那... 都买了一半 那你应该买两半,我觉得是,我都买了一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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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买了昂南先生那本昂南故事呢 我又买了一半,本来就不买的,又买了一半 又买了一半 那...都忍不住了,因为那个场合的感觉是... 好像... 呃... 回去了那儿小孩的年代 就是時光倒流了 就是我不知道... 嘍,那我的感觉就是好像... 呃...以前啦 以前时光... 倒流,呢... 不知道几... 多少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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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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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查过大家,有条数,普遍都是35岁或以上,应该都喜欢看漫画 因为我小时候,我们是小流民看起的,小流民就是龙虎门的前身,99期之后叫龙虎门 99期之后叫小流民,社会什么道德都要改,就叫龙虎门 因为我小时候见过龙虎门的地址,龙虎门其实是铜锣湾告示打道 当年王玉郎应该在那里画画,龙虎门三个字,有个牌面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现在好像变成那些按脚,现在是过海巴士102,106那里 就是龙虎门告示打道,就是二冬那些,我们小时候 然后龙虎门才看着它发达,然后就龙虎机构,上市 小时候龙虎门话,罪权,那时候不是想看罪权 因为罪权连载中华英雄,然后马永城,然后又画出彩虹 那套戏,影射,尖炳熙,马永城,然后马永被人斩首 自己出来搞天下,天下就无敌 然后越写,坦白天下到尾,我也不知道要写 我也看不明白他才想说什么,坦白 然后就小时候看,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漫画其实没有停过,当然我又喜欢买日式漫画 之前的人是几十岁,但很幼稚,很喜欢买这些东西 买了很多这些东西,不停都会买日式漫画,经常去信我 我还坐在一起很多套 就是所谓日漫,以前小时候还要无聊了,不懂日文 走去买日本正式漫画,慈尚了一的 我现在还有几套在这里,《南太空》,《星云仪》,《清泉囊》 我全都齐了,最后女人,《雙追人》我都有几本,日版 不给我老婆带走去,他经常写这些东西,又不懂看 我很喜欢写这些东西 然后又看漫画,又长大,接着王庸浪坐牢 然后又出来了,《玉王朝》,《天之传奇》 然后有很多,然后徒弟又决裂了,很多这些故事 其实不是我今天要讲话 就是我们今天讲一下漫画,影响我们 或者我们有没有影响漫画 当然现在整个报纸档 都不会有十本漫画 就是我经常听过那个报纸档,很熟的嘛,跟我很熟 就是我们认识了很多年 经常谈过一些销量,她都说没有人买的 就是没有卖了,就是我们说一直都没有人买的 就是这样,解释了,大哥 现在有些盗版,放上网,免购了看的嘛 那些人可能不会买的,就是有些人是会这样的 那当然我就觉得,我又不是假扮自己做得高地的 但是我就觉得有时候看书,网上看的 好像那个感觉又不是那么... 那么过瘾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会这样,我就不太喜欢 那我说是没有的,都会看好就买的 那当然,那到上个星期,去到现场了 去到那个石子地摊在那里聊天 很多人都问了,就问了另一个问题了 那你买了邱福龙那本,虎甲人没有啊?就是这本啊? 虎甲人啊,那买了没有啊? 那每个人都说了,因为其中虎甲人 今天出了三个封片的,其中这个封片是最多人 很多人都会抢的,因为这个封片是马永成画的啊 那我就说了,很多人都说了 那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呢? 那因为邱福龙呢,就... 我又有跟黄庸郎都说了 那他到底是不是黄庸郎徒弟?我不敢说 因为狱林军他到底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 我...我...我... 我接下来应该会有机会见他一次的 我问一下他是不是下次解答 他是不是狱林军? 你知道当年黄庸郎很威,欲王朝 是王朝来的嘛 他的徒弟全部都是狱林军啊 那时候很厉害的,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那我们一直这样转化 一直这样...就是... 看这个... 聊天那天,在现场说... 大家都说起了,说要支持啊 为什么呢? 因为邱福龙就把他之前有一本漫画 叫做山海中环 就完了 通常现在香港漫画有一个弊病 结局就不会完完的 一流汤,龙虎盆今天都还在做 那些伏黑板就说,说到以前 就是你不会有... 就是说真的,老实说看 你不会再想看的 真实 那他已经完了,他就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虎甲人 而且这个名字也是网上... 我没有记错,他也是很新的 他是网上... 要求... 就是大家... 改名字 那最后选择虎甲人 那... 那当然啦,见人好不好 见人见字 那...就是第一期大家都说 你买了没有? 你买了没有? 我又觉得... 那一刻突然觉得... 像小学那样 小学那样 小学才会问 喂,买了龙虎没有? 喂 买了你的小龙没有? 喂 喂,买了没有? 就是来看看 或者... 就是... 就是突然那一刻很... 很童年啊 就是...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 我们那帮人全都是空无脑 全都是五十多岁 四十多岁 就是...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 差点想哭 为什麽呢 为什麽我们这帮很幼稚的人 就是很无聊 很无聊 大哥都有说这个话 买了没有? 喂,买了没有? 喂,有些地方买不到啊 喂,你那里有没有? 就是... 突然会看这件事情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 哦,我们其实都五十多岁了 你那里面呢 为什麽... 为什麽... 为什麽幼稚呢? 他达哥哥那样幼稚子呢,就很开心啊 就是证明有时候... 我们... 你怎么看我不太重要 可能在这个年代 你和你老婆说立罪宝宝宣 你老婆可能会骂你 或者你子女可能不是你 老爸你几十岁还看这些东西 其实我有时候想 自己人生有自由 有什么所谓 为什么又要局限自己 我想是个人 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争相 我和他都买了三本 当然我想 港曼其中一个问题 也是 那个舌头有跟我说 布滩的舌头有跟我说 为什么近年不是这么多人买 是他们觉得偏贵 25元一本 虎甲人买到28元 他们说的意思就是 因为 他说这个年代25元很多人都不会 捨得买 买书 不是说是他们觉得值得买 报纸也没有人买 连那些以前的明报周刊也没有人买 他跟我说得很详细 他说现在的主要问题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人不捨得花钱 尤其是近几年 因为连环图这些港曼 平均到25元一本 很多人都不能捨得买 那我就一想 当然可能这个原因也其中一个 但是原因我就想 会不会 我觉得也是个题材问题 如果题材也不吸引 你五元就没人买的了 当然 现在福龙哥 究竟这本书往后怎么办 那我们也是看几期 如果我们才能追下去 我们也不会盲目的 那就要看他的做法 是不是 我们一定希望硬起你 因为他应该是全香港 唯一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以漫画界的巨星计 可能有其他你心目中喜欢的人 在我心目中 我认为邱福龙是最后 因为我认为他的封面 比美 就算去到全世界 都可以选择 如果你说喜欢马永成的封面 还是喜欢邱福龙的封面 我就喜欢邱福龙的封面 江洋 就是江洋一点 马永成那些是有些素描感的 马永成的封面我不敢说不好 但是 都是厉害的了 他真的是两大巨像 就是少林武当 你觉得少林武当 你觉得少林武当更厉害 当然 我认为 这个 有个香港的马马市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 数一数二封面 你可不可以第三个你告诉我 我也觉得是很漂亮的 很厉害 当然 你说往后怎么样 你二十八元本街 销量会不会影响 当然我希望 就是 就是 龙少 能够继续能够坚持 做下去 因为香港 我真的很不想 因为我们这些是受 就是港曼 陪着我成长的人 我很不想 就是 变成整个 港曼又变成文化历史 又要去 想查回港曼的东西 又要去沙迪文化博物观察 同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些书是教坏小孩的 其实就是狠狠 这个社会 我认为一个很小孩 怎么教都不会 就是支书式 那方面 我真的是我小米的感觉 可能不是 你可能你觉得 光谋 但我看我的感觉 永远觉得 就是 这些书是教不乏 等于你那些人看完 就是我想 等于一种书 我好感觉 香港很多人都 青少年很喜欢看鹏羞书 多少个会做强奸犯 我认为 很坦白 就是很多人都在 我小时候看鹏羞书 梦寐以求都看鹏羞书 就是我不 我不否认我自己的人 但是有多少人会 因为看完鹏羞书 有个冲动就是强奸人 是吧 就是我觉得这些 又不构成你 只不过 当然小时候 你有一种 那种 无名 那个感觉 是要看这类型的书 这个就是个各样的感觉 对不对 到今次了 就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内 一起讲起 讲公训书 我当时有四五个老友 我不是家老友的朋友 大家知道哪个 但是又不是很熟 我们加上 应该有二百五十岁 或以上 竟然为了讲公训书 讲到阿华尺尺 更精彩的讲马 那一刻我突然说 哇 就是 这个时候 真的不要说笑 都证明了 不要看少一些东西 就是判理成长的东西 都不要太过看少 这件事我想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当然了 我不知道 小米在聊这些 你们会不会看公训书 或者你们不会看 我们喜欢看文学 没所谓的 文学我都看的 那大家都可以讲一下 你们成长过程 有没有看公训书 或者你喜欢看什么书 下次你说我喜欢看 不是的 我喜欢看那些 村上春树的 那也没所谓 是不是 那你可以看百年孤席 我都催你了 你说不是 我喜欢看巴金的 加春秋 也没所谓 大家都可以谈一下 是吧 就是我都觉得看书 是一件好事 无论你看什么书 是吧 那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看过漫画 或者你喜欢看漫画 以外喜欢看什么书 或者你接下来书展 你会不会再去 好吗 那这一集 小米聊天 那接下来 今天 真的很早六六 你看 忍不住 立刻想说 这件事真的很开心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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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